哈喽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,今天孟婆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日本悬疑电影,继续活下去的五个故事,五个故事各居异彩,每一个故事都发散着这个世界所有的光明面与黑暗面。 第一个故事,小氏与杨子。小氏与杨子是双胞胎姐妹,她们姐妹俩除了相貌一样,其他都截然不同。杨子每天吃不饱,穿不暖,还要遭受母亲的虐待。 一次偶然,杨子捡到一条狗,当她把狗送回家时,杨子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。狗的主人是位老妇人,老妇人在听了杨子的遭遇后,不仅把杨子打扮漂亮,送给杨子一本书。 又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了杨子。老妇人告诉杨子,命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的。 回家后,杨子的母亲看到杨子手里的书,以为是杨子偷的,把杨子打了一顿,并把书没收。 这天,杨子进母亲房间准备去拿夹在书里的钥匙,刚拿到手里,小氏进来了,杨子赶紧躲在床底下。 小氏在找CD的时候碰到了花瓶,水洒在了电脑上,但他马上就冷静下来,拿了杨子的那本书,试图栽赃给杨子。 与此同时,杨子拿着老妇人家的钥匙去找老妇人,发现老妇人已经死了,杨子决心改变自己。 第二天,杨子找到小氏,告诉小氏,母亲已经知道是他干的了,杨子提议互换衣服,他利用了妹妹小氏,和小氏互换衣服。 最终,小氏以杨子的面貌回到家,最终被妈妈推下楼,代替姐姐死去。 第二个故事叫《七个房间》,小美和小智是一对兄妹,一天醒来,发现兄妹俩在一个密室,旁边有一条水沟,而小智正好能从水沟游过去。 小美便让小智去看看旁边什么情况,小智回来后告诉小美,旁边的房间都有人,原来有个变态杀人魔,每天都会带回来一个女人,然后第六天再杀死,以此循环。 小美便让小智去旁边收拾一些衣服之类的,第六天到了,小美想拼一拼,于是便打碎灯泡。 杀人魔进来之后,小美故意挡在前面,而当杀人狂魔准备杀小智时才发现, 后面躲着的只是衣服,这时小智已成功跑出去,锁上门,但姐姐最终却死在了杀人狂魔的刀口下。 故事的最后,小智带着遗憾救出了旁边的所有人。 第三个故事叫SO FAR,小光觉得自己的父母很奇怪,父亲看不到母亲,母亲看不到父亲,父亲带他走的时候会随手关上灯。 之后,小光就当了父母亲的传话筒,爸妈这时虽然可以交流了,但是小光越发地发现,他所传达的话让爸妈的矛盾不断升级。 家里争吵不断,爸妈的距离越来越远,小光心里开始出现障碍,他没有办法看到同时出现的父母,只能看到独自出现的爸爸或妈妈。 最后小光决定选择母亲,一天,母亲带小光去看病,医生指着后面的小光父亲,问那是谁,而小光却看不见任何人,原来只是小光父母在冷战。 为了小光,夫妻俩决定和好如初,但小光还是看不到父亲,不过从小光的表情猜想,也许这就是小光想让父母和好如初的计划吧。 第四个故事叫向阳之师,小霞是大木博士制造的机器人,大木教小霞什么,小霞都一学就会,但小霞却不懂死是什么,大木告诉小霞,自己还有一周就要死亡了,希望小霞到时候把自己埋葬,这也是制造小霞的目的。 一天,小霞走到公园,看到一只兔子,想去捉兔子,结果兔子一跑就掉进悬崖,小霞赶紧救了兔子, 不料岩石松动,小霞和兔子都掉进了悬崖,毕竟小霞是机器人,生命力比较强,当他把兔子带回家,想让大木救他,却发现兔子已经死了,小霞才发现,原来看见自己喜欢的死了,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。 大木告诉小霞,即使自己也是机器人,人类早已灭亡,或许这就是人类曾经存在的证明。 第五个故事,动物园,孙上和兵棋是一对情侣,孙上喜欢拍照,经常给兵棋拍照,一次他们路过一个荒废的动物园,兵棋非要进去,孙上只好跟着进去。 聊着聊着,孙上又拿出相机拍兵棋,而兵棋其实特别反感,忍无可忍说了分手,孙上脑子一热,就把兵棋掐死了,目击者是一匹斑马,然后将尸体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 回去的时候,孙上一直对自己说,自己没有杀人,但又受不了谎言的折磨,每天都去动物园拍兵棋的照片,然后寄给自己。 直到有一天,动物园的牌子也被撤掉了,却继续收到了兵棋的照片。 孙上说,动物是打不开我们的牢笼的,兵棋问,那你呢?你能打开自己的牢笼吗? 活着的终点是死亡,死亡的终点是被遗忘,即便如此,绝望如此,也要紧握一线生机,这就是为人的执着与妄念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